展某所求 展某所求 在7月30號晚上7點公告了這個 新伊林展招情報的首部以及 展招的技能 的展示 從展示可以看到 我覺得 只要做這種國風連動 他的招式都好帥喔 雖然我們先姑且不論 他的技能的部分 我們先看動畫的部分 我就覺得 剛有看到仙宮然後 火屬性招式有見證 然後加上他的大招 好帥喔 一個水一個波浪 然後爆炸 好帥喔 光這個帥度 我就很想抽了 我管他 強不強 就很想殺 不過他的火屬性俠客 一直放火 一直讓我想到泰絲這樣 不過他們兩個應該是不同的 不同的用法 感覺 呃 展招應該還是偏向攻擊居多 不過他有好像我說 也有偏彈的部分 就 到時候看他的技能 技能是 技能是怎麼樣子齁 好 那 展招出自於三下無意 不知道現在的 觀眾朋友還 知不知道三下無意 這個東西 然後不知道知不知道 爆青天 然後 白玉堂 之類的 然後 那個 張博之跟劉德華演的那部電影 好像是老鼠愛上貓吧 那部電影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不過這個都很久之前的 的 那個電影了 好 那 少年俠士 說起這個藍 藍俠斬招 可謂是家喻戶曉 但要是說誰 誰是瞭解 那可要 可就要 數這個 茶樓中的說書人 又是說書人 然後 這邊 這邊寫什麼 年紀三巡以內 扇食一把 拒絕寶劍 面容俊 笑 解號行俠仗義 這麼個少年俠士的故事 男女老少 誰不愛 多 聽上兩句 好 玉貓 少年俠士 隨包工入朝 參加 天子要五樓 上清 似的商檢 然後 身隨見轉 叫人眼花撩亂 何曹文武 以及單膝之下眾人 五步暗暗喝彩 一轉眼 上的高格 天子站到 期待期待 分明跟正的玉貓一般 藍俠從此有這個綽號 當了這個天子 輕一點的玉貓 他被講玉貓到底是開心還是不開心 我到現在還是不清楚 應該是 應該是 這個是包還是扁 我大概可以知道為什麼天子這樣講斬召 但 味道他年少時也曾想過 見盪八方 進掌不平之事 而四人陰玉生惡不平之事 斬之無窮 少年俠士欲包工 於為難 術活其命 鐵面無私 匡扶正義 包工 包工所行所舉 他看的分明 一朝敗別江湖 光伏佳生 他甘願 立於青天背後 踏遍穿山萬里 護衛民進高玄 天下可以沒有斬召 大夫人 沒有包大人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金超群演的那個 包青天 應該是金超群吧 沒記錯的話 我小時候的印象就是 他演的包青天 好 好 明天不知道會不會公告 白玉堂的那個 忌人的動畫PV 然後忌人介紹 的部分 不知道什麼時候會 會出 應該下禮拜一二就會公告了 好了 那我們期待一下 這次的 這次的 三峽武藝的展招 跟白玉堂吧 好 希望我的影片 記得按一下 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的IGFB FBTV還有Discord 反正各位請留收看 大家晚安 拜拜